刚刚我们所教的这些长度啊角度的一个做法 这是基本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够用了 其实也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是像这个室内设计啊建筑啊 其实你学到这样子就够用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进阶一点的用法 好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画一个这样的一个菱形 好 从这边当作起点 我会跟你讲 X方向是50 Y方向是30 我想要画出这样子的菱形 这时候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坐标有更深一层的一些用法 好 比如说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呢 我们有学过画坐标 我画一个坐标以后 这边是00吗 这边是00 然后呢 我会往右边画刻度 对不对 1234 越往右边越大 是正的 越往左边画刻度 越来越小 是负的 往Y方向呢 越来越上面 是正的 越往下 是负的 好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正负号的关系 那这个正负号的关系 套用在 我今天想要画一个这样的菱形的时候 他只有告诉我 X的方向 跟Y的方向 这个时候 我要怎么样画出这个菱形 好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下一个线的指令 平面中任一点一点 这时候我要往这边画 从这边往右边走 是正的 往上面走 也是正的 这时候我打一个小老鼠 正的50 正的30 他会往右上角去走 打一个小老鼠 50 逗号 30 会画过去 接下来呢 我要往这边走 我要往这边走 我刚刚有说过嘛 永远都是先走X 再走Y 我要往左边 再往上面 才会找到这个点 如果我在这边给你加一个坐标的话 你会发现 线条往左边走 是不是负的 走几步 走50步 有没有 然后我要往上走 Y走往上走 是正的 走几步 走30步 是不是你要打一个小老鼠 负的50 逗号30 他就会帮你把线条转弯 好 我打一个小老鼠 负50 逗号30 你就会发现线条就转弯了 之后我还想要往这个方向画 一样 先往左边 先往X 再往Y 我会走到这边来 往左边走 X方向往左边走 是负的 在这边给他加个坐标 对不对 从这里往左边走 是负的 走几步 走50步 走到这边之后呢 再往下走 往下走 是负的 走几步 30步 是不是可以打一个小老鼠 负的50 负的30 小老鼠 负的50 逗号 负的30 是不是下来了 之后你要从这边再接过去 是不是又要往右 又要往下 往下往右边走 假设这边是圆点 往右走是正的 50步 再往下走是负的 30步 有没有 你再打一个小老鼠 50 逗号 负的 30 他自然会帮你把这个菱形接起来 有没有 好线条转弯的时候 你可以用正负号去让他转弯 OK 好 试试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